积攒财宝在天上 路加福音12章33节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 为自己预备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 从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我今天要写一些 我自己也做不到的文字 但是那就是主的教导 因此我还是要照着写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 我盯着这段经文看 中间也有去休息去思考 也祷告也求圣灵光照 我发觉在人的里面 有贪婪的特性 也有自我保护的本能 所以这里讲的是很难做到的 主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 去周济人 先来正确的解释这一句话 否则其他的都不用再讲了 人对这句经文 会有很强的抵挡 所谓变卖所有的 并不是要你去卖掉一切 你若卖掉所有的一切 去周济人 那么你自己就成了穷人 而需要人的周济了 从原文中看出来 主是说 人要变卖他有的东西 去周济人 那么这样做 就是为了自己预备 前昂在天上 这也同样是一个鼓励 因为这样的人 在周济的人的时候 并非只是在有余的 才去做的 他要割舍原来属于自己的 要经过这样的麻烦 也要去帮助人 这样的人 值得主奖励他 为什么说 值得主的奖赏呢 因为神看顾 照顾他的子民 是他自己的心意 他告诫我们不要贪心 因为贪心的人 妨害了神 照顾穷苦人的心意 但是愿意做出额外的 卖了自己的物件 也要帮助人的 这样的人 参与在神的工作之中 也是成就神的心意上有份 是值得神奖赏的 而神的奖赏是慷慨的 我们不能用手头的金银 去周济人 或是要变卖物件 去周济人 我们所失去的 也不过是这件 归我们暂时 占有的东西的所有权罢了 因为物件都要朽坏 一辆车也很难开到 二十年以上 就算是长久不易坏的金和银 要比我们的寿命还要长 但是我们也只能够在我们 有生之年拥有它 再怎么样 这些东西也带不进坟墓里去 就算带进去了 也没有用了 从前有一个夫人 特别喜欢黄金 在临终之前 他逼着儿子答应他 在死后将他所有的黄金 都铺在棺材底下 和他一起下葬 并要他的儿子应成 绝不能欺骗他 葬礼过后 他儿子的妻子看到 那儿子在把玩老头所有的黄金 就问他 你不是应成你父亲了吗 你在棺材底放了什么呢 他儿子回答 我放了千块而已 但是我没有欺骗他 我按照黄金的价值 按十价开张支票给他 放在他兽衣的上衣口袋里 我们现在是两清的 这虽然只是一个笑话 但是将黄金带进棺材里 除了会招来盗墓贼之外 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 然而就人的本性来说 往往人就算到了死 都不愿意放弃所拥有的财物 像是这个故事中老人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留下来给他 这可能是一个特例 但是绝大多数人 就算生命到了尽头 已经确定不能再享用那财物 也是自私地将这财物 留给自己的后人 也不愿意去做 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可以说人一直到死去了 都做了钱财的奴仆 他可以说是紧紧拉动人的心 好像让人好像是着魔了 从我们懂得钱的价值开始 虽然懂得金钱的价值 但是也很快成了财物的奴仆 当然主对这件事也有启示 我们在下一篇再来讨论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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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噏